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狂买 所以让大家再次期盼 我们台北股市 既限适而负得 但是接着就要上万八了 有没有这个机会 人家开玩笑说台积电不止救了台湾 因为当天它的ADR就涨10% 真了不起 那美国科技股也大涨 所以它不止救台湾救了台湾 救了台湾股票市场 那大概其实 我也是前两个 从年初前两个礼拜卖 那这几天它全部 大概把它回补了 所以其实 我们又回复到年初 就是万八 这个有没有要克服 这是大概整个盘市 就非常的细计化 跌了800多点V转 快要到 7年的一个重新开盘 这个如果现行看是很强烈的一个V转 你看短短的两天 台股就大涨了这样多少 700多点 然后外资又买了多少 1000多亿 就这么两天的时间 所以大家就期待说过年之前 就农历封关之前 是不是可以看到万八 所以今天我们把台股的走势 再做重新的一个规划 还有就是我们要一起来跟着 我们的杜大师 来报这个金孙股 所以我们今天的COAS这一块我们好好跟大家来精挑细选 好 老师我们先看 接下来的台北股市走势 您的规划最新规划是什么呢 一般来讲我们还没有得这一波 所以我们去年很多人话说我也都说 因为总统选举也结束了 而且总统选举真的涨了2000点 而且只涨到12% 所以1月13号过 而且三党真的很过半 那都要看2月1号 整个立法案情形 那整个大盘本来就是说我们一般以前都经常过年的时候有红包行情 那因为去年总统选举行情 先涨了将近2000 红包盘先发给大家的一些 所以为什么会我们会先拉回 那就是说这个大盘 你本来在高点的话你将近万八嘛 那你拉回跌破季线 然后又点一下又V转收户 所以全部继线回来 那另外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一直提醒大家在长线的话你一定要看AKD 去年了这个高点的时候 AKD大概85 那现在V转因为你又多一个 所以来讲的话整个外资看他买 他如果说这一次回补的话 只是把他一月的前两个礼拜卖的补回来没有再加多的金额 那大概只是做大概他2500亿来回 做台湾股票市场 那另外他在买的当中如果还是放空其后 那他就是两面说话 可是我们大概看这两个 所以大盘我是认为了 就是说这个万八会不会够 我们上次有讲第五小坡 只要是17463 如果说是正式跌破的话 他就会回来 那现在又收户了 那你最高就是从我们的10月31号的第一点加2522点 大概最乐观就是18498 就是大概18500 那离我们现在上涨的空间大概500点 这是最乐观 那我们一直在讲说 今年大家认为要先蹲 真的蹲了800点又马上回来 那剩下第一季还有两个月 我们要有九五天的长假期 所以我认为我的结论是认为 18000到18500这边可能乐观 可是大家还是要提款AKD到87了 因为我经常讲AKD到90 我本来就是 90差不多你那时候台积人就稍微会落袋了 对就有点过热了 这是我对你整个大盘的一个看法 好 老师请教一下 您现在意思就是说 在农历年前或第一季之前 有可能以目前的走势 只要外资持续的买超 台币也没有在扁 另外期货他没有在做就是两套手法 没有大方红布空单 这样子看到18000以上就很有机会了 对 可是大家要提款 就是说我们假设说1月2号是17956的高点 你现在跌下来以后做V转 另外V转这个高点 因为我们台股以前经常有一个东西 会做M头 所以大家提款 对 我们看一下线线 你现在不是这边吗 我们认为他要最高到18000 那个498嘛 那现在不是跌了800多一点 对 现在要V转上来 那我们怕他在右边 有没有 相对一个高点 如果说真的很乐观 够了这个18000 有没有 对 那你相对一个高点 外资钱没有进来 那你这边变成一个短线的M头 也是在我们第5小波相对一个高点 因为我们那时候认为他跌破17463 就是第5小波有可能结束 有没有 他马上V转 那你现在V转 我如果说你这边 我不是打一个问号吗 有没有 万一个月高点 那这个就是短线的M头 有没有 那这个也还是属于第5小波 有没有 你还是要回来做一个 另外一个这5小波走完的一个回答 就是我们提醒大家 你这边上去是不是这一小波的M头的右肩 做一个逃命波 所以这个会不会做一个第5波的小M头 那看为外资试问吗 对对 因为这波你看看也是外资嘛 对 V转也是 成也外资 败外资 另外我们还看一支 我们经常讲台积电 台积电这次很漂亮 因为它过了602块 对 而且外资把它拉上去 那台积电剩下有两个高点 一个是那个去年两年前的2月10号的样子 是650块 在1月17号历史新高688 那这一次也是台积电把整个点数有没有 让它马上恢复到很多金线嘛 所以大家除了大盘玩以后 外资的买卖潮你就看台积电 好大师我请教您一下 那如果说这个我们要为外资试问嘛 那如果第五小波它这一次是V转上来 如果外资又变新一个小M头 那蹲会蹲比上一次更低吗 那如果说只是 如果说它没有蹲一直往上走的话 那就可以冲更高是不是 一般来讲我们那时候刚开始的话 还没有拉回的话 我们就认为第一小波不是涨了2522点嘛 那第五小波从这个第一档开始算 有没有 加2522点的话 我们那时候一直在讲 这个18498嘛 是是 就是大家讲的18500 就是说刚才雅环讲会不会更高 哦就1850先看 那我短期间还是没有说马上过18619 我是认为那是234Q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先这样说 那蹲不会蹲比这一次V了吧 蹲的话现在这边有一个支撑期嘛 有没有我们那一天的低档 就是破了季线嘛 对对对 17151的样子 是是 我没有记错 那这边就低到广卡 那会不会像说我们第一次刚讲的说 你这个小头肥0.38位置到15多 你这边先看这个小的支撑 大概是这样看 OK好 那大家就锁住我们的节目 我们就且站且走 那再来这一次大盘可以V转 当然功不可没 就是台积电 还好不是只有台积电的一个武林 他也把这个AI都一起带上来 那AI可以说是满血复活 那当然美国的这个七巨人也是很强劲 那来看一下台积电 那看到六字头的台积电 农历年前或者是在第一季 他是不是可以再突破历史新高 你有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台积电七年我们一直在讲 他那个五九四都没够 而且大凡已经过了1777 对就有点是背离 熊四背离 对熊背离 他602没有过 那一天跳空完以后就把它解开 真的 一跳就好几个关卡了 他就变成熊四 牛四背离 所以来讲很简单 现在就说你要冲高点或是冲1869 我们刚才有讲按照以前台积电 剩下两个压力期 一个是650块 一个688 那台积电每次都是这样 他大厂会休息一下 而且他现在有两个 我们现在看的是台积电的月K线图 那他再往前 你可以把这个图缩小一点 我们就可以看到之前的高点 最高是1月17号的688 再来2月11号的巫苏战争的65年 那因为他有两个调控结果 第一个是在560块 那那一天大涨 大概是600块的跳空结果 因为他开盘是620几 这个第二个跳空结果 所以万一台积电真的把整个大盘带上去 那他就产生第三个跳空结果 这是我们大概对台积电这一次 把整个台股化解 它继续破底的波及 而且把整个气氛又带上来 那另外来讲的话 台积电带动完以后 因为他法说会讲的一个东西 是AI的比重17%到19% 所以让AI又复活 所以主要是美国的那个 FIDA的法说会 还有美常委的调测 一天涨了 涨36% 其实我觉得助攻 当然还有从美国科技股的带动 那如果台积电很多的投资人朋友想问 六年应该说六百块港费 看来这一次应该就解套 对不对 那有人就说如果说他突破了六百 那六百会不会就变成他之后的铁板区 按照技术分析 六百零二突破大会 六百零二变成支撑 就像技能504 594 那他594一直不够 那玩意又现在跳过 所以按照技术分析的话 你跳风上去玩意后 602到最强就602 最悲欢就594 像我现在不是卖玩意后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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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或是更高 因为现在位置估他最高是780 最悲观的有一个logo是680 之前好像有估到800多的 对 我不是在这个节目讲的 对 你就说多控分析 就是大家看法不一 对 所以来讲的话 就看他整个这一次 因为他每次串新高完以后 他大概都会休息一段 让整个筹码稳定 或者是也不会变成他一个人的武林 至少机会给别人一下 没有错 他是永远一定要有的股票 对 所以大家知道了吗 刚刚大师说594到602 他会适机去做布局 所以不会 他不会落下了 那如果说同事说 哎哟 那是一支台积电 那算是算60万吗 对 那如果说口袋没有这么深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从法说会里面去找名牌 这是说接下来 我们的大师大家说 他这个纯金孙谷 那大家就对大师来纯金孙谷 那这一次的法说会 其实老师有说嘛 台阶纪念的法说会 每次都讲到COAS 对不对 没有错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帮大家找名牌 不过大师选金孙谷有几个逻辑 大师要怎么看呢 从去年 我上次在这节目讲 我老婆交代你 从去年就 为什么要算金孙谷 对对就好 那我就按照这个 就说我们现在有33大类股 从早期8大类股 20类股 2933嘛 那33是大类嘛 你把它分细才是大概70几类 所以这边是您分出来76的中类 中类还要再分细类 细类 可是我只要见到76类 就大概包三百万 那这样的话我就有类股 我就一类股一类股做嘛 那另外我做类股的方法就是 一定要有EPS 所以我在节目经常会讲 三年的EPS 对对对 台湾公姐这好吗 好来 这EPS 三年EPS 我都看每天 可以给我每天 大概看五份的研究报告 每天大概花一个小时 那你股价天天变动嘛 在北域比高低 我们知道我们录影的时间 大概北域比20倍 是稍微比较高一点 那另外来讲 北域比很高的话 会不会买一个 税后引语的成长叫Gross 就是说你要 零年比金人成长高 后年成长更高 这样Gross 这个叫PEG 中文翻译高成长北域比 高成长北域比 金融国的话一定要PBR 股价净值比 还有殖利率 对 像说我们最近 那个面板不是涨很多吗 面板今年没有后利 明年想赚钱 可是它为什么涨那么多 因为它的 PBR 它的PB 大概20几块 股价才10几块 它的PB没有到0.5 所以它偶尔经常会做一下 那 NDA的显示就报告 它只是短线的 那殖利率就器人最有名嘛 很多的殖利率 像我们上次推荐蓝帽 就是它的殖利率10%以上 这个一定外资看到 因为它那时候我做出来的表 它殖利率是10% 大概是这个 而且我记得您是在很多的 就是这个族群里面 是帮大家筋筛出来的 对 20几档里面筋筛 那这个我们就找出来 各股算它的价值 它的价值 那再来我们有内在价值 我们每天不是有收盘价 那我因为有建了民国 62年来的AK线图 所以有价量 这个是我们的 我都做长期的 长期 马上是上贵的 这些 以前我都是做上贵 现在我把这个都纳入 因为我们很多表股都在 你还有上新贵 上新贵就比较少 这个月K线 你也会收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的股票是先上新贵 然后 然后 然后你一定要去 条件符合之后 再到是不是 对 待会上贵再到新贵 所以你要这样 做AK线的话 你会去捞到上贵的资料 那因为我们的金城单机 只有上贵跟上市 没有新贵的资料 新贵很辛苦 你要跑到交易所 去把它捞下来 把AK线捞下来以后 每次只要捞到有上贵股票 大概要花半天的时间 才把它 其实两三年的 那个新贵的资料 高低点把它建档 所以大师你都花那么多时间 在帮大家这样子 精挑细选 所以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P 因为我们的股票就是P跟V 股价这个天天BAT 这个你要算出来 所以我们这两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人家问你两个字 价值跟价格 P跟V 在低于价值之下就是Under value 低股 高于价值就是高股 那高低股很简单 我们举一个例子 台积链假设现在是EPS 今年35块 那扁一笔有的人用20倍 现在把它估到20倍 20倍 有人既然比较悲观 两年前是9倍嘛 有人估22倍 所以你这个36块多少倍 你股价天天在BAT嘛 那大家用笔算一下就好了 36块乘以多少倍 等于V多少 那你现在价格天天BAT 你就认为你要不要买 那跟大环境有关 这也是您上次说 外资通常会用这样来算出 它的预估价格是多少 合理多少 所以你看到外资通目标价 800 700 你不要信他 那个是自己要算 对啊 好 所以呢 我们大师帮大家精选出来的金孙 金孙股 这些逻辑就是方方面面 也帮大家仔细来做挑选 好 投资朋友问 那到底这样选出来的COAS 里面被大师向重的最佳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这一档个股 不过先讲在这个先进封装 就COAS这边 你是从13党的个股去筛选出来 对 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个类股 我就会把说大家认为好 因为有很多 那有的很多你浪费时间 所以我大概就会按照 上面都是上市公司上柜 有没有 好公司 那这边的话 你看到有114人的获利 你看到 我一般来讲先瞄这个 有114人的获利 我就认为好公司 因为研究员会写到114年 这114年的EPS 对 在这边 对 对 因为大家记得 这个是每个证件商 有没有 OK就凯基 Y就是那个炎炸 那那个H红炎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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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一個這個日月官 371的日月官 這個EPS有沒有 6.97、9.16、114 12.21對不對 這樣的話你會看到 它的EPS逐漸成長嘛 你買它萬一大盤回有沒有 你就比較有信心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都是看 這個原大選擁有辦法 那如果你有興趣你就開這個證監商 我不推薦啦 反正去往以後就看它的研究報告 我大概都是這樣看的 那往以後你再買它的股票 你有基本面的資產嘛 股價我們再來做判斷 不然你就再看一個 我們等一下講的K線圖裡面的研究報告 這樣的話就是 我在篩選這個COVA 大家看一下 現在最有名大家很多人講說 新售、新興跟萬潤嘛 萬潤 那今天我們在 波市都漲一波上來了 對 漲一波嘛 像今天的話我記得 這個萬潤的話 一篇報紙也有報導 它今年11月12月賺錢嘛 一塊多到一塊四 這都是台積電現在被列出來說是 它的供應鏈裡面的指標 對 COVAX而且要成長三倍 所以這個一般來講 這三支都是大家講的嘛 其實最大COVAX是台積電啦 以當合作是日月關嘛 那這些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從這13檔裡面挑出來一檔喔 如果你台積電買不下去 你就看參科這一支是不是 大肆用月K線幫它塞出來是日月關 大家記得我們K線圖有控股 控股就是說以前那母公司是日月關嘛 那它變得細品 所以大家看到K線只有這麼一小塊 那這個我們一般來講 股票會不會標的話 就看股本 有時候我們國內很多人喜歡 21以下小股 所以它股本很大 它後裏我們剛剛有講 它是三年嘛 69然後到明年是12.23 對 就是逐年成長 所以中國落實就成長 那它收盤價每天會變 那我們用大家去處理這個EPS 那你資歷算起來這樣也還算高 一千萬才一百多塊 那你說如果按照今年算就 你看我這邊有以前的配息 對 沒錯 有沒有 配息也都不錯嘛 那如果更嚴格就用配息 有沒有 所以上次挑 就是說你這個EPS 一般來講很簡單 EPS你乘以0.7就是它配息 那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看它器人配多少 EPS乘以器人的賺錢 這個叫Payout 護息率 那你今年要賺多少 你看它器人的Payout 多少 一般都是抓70%左右 大概70% 就算比較保守來算 台灣總體的配要75% 75%那也用70% 太棒了 對 是這個方法 除了我們看到這個金森谷之外 大家是來教學 我們可以自己學著做一些功課 對 自己說自己算一下對不對 對 但是看我們節目 還是最實在最快的了 對 好 那麼今天呢 希望這個金森谷 大家可以把它納入投資的組合 對 當然我們也非常感謝台積電 帶動我們台北股市 對 而且讓這個成交量 都回到4000多億 對 這有年到4000多億 而且電子資金比重總 我還都看到八成耶 那會太燙嗎 太燙嗎 對 這個我要很燙 太燙 因為上次大家記得 那個航運跟港鐵 那時候後櫃有沒有 對 有 有 有 那時候 這集怎麼都會弄到 那這會不會是一個警訊呢 今天我們幫大家算演出來 是COVAX的金森谷 讓大家參考喔 記得要幫我們的方方面面 按讚 分享 還有訂閱喔 那下一集呢 我們有電子五哥 加上租賃的族群喔 請大家期待 我們非常謝謝大師 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